今集影片中,有人被車頭嚇嚇 還有一些盡量的事情 有人驗車的時候會吹傷 有人忘記自己說什麼 好了,我要看貓子了,之後下一句說什麼 玩什麼L車 Yo大家好,我是El 我相信你一定會有一個問題 買二手車的時候,怎樣去檢查車 我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帶一個認識的朋友 如果你分別沒有認識的朋友,可以怎樣算好 對了,看這條影片 起碼你會學會怎樣檢查一部二手車 起碼你可以知道它有什麼大礙,有什麼狀況 不過先說明一件事 就是現在的化妝技術,其實真的層出不窮 我這段影片只能說一些很基本的驗車 不要期望太多 OK 好了,我們其實原本是在外面拍的 下雨 怎麼又下雨 搞錯了 為了今天的拍片,所以我特地 搬了這部Toyota Camry 一部比較平常的車 那我們就比較容易去看 究竟它的車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買二手車 從來都是計算這個機會 cost 就是說你給的錢和你的期望值 是不是成為一個正比 簡單一句,如果你很想買這一部車 就算它問題再多再貴,你都要買的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市場還有很多選擇的話 那你就可以想一想 看車就不是你嚇得太大 買家賣家應該是一個互相尊重的一個level 所以其實做任何事情 我覺得就真的要尊重一下車主的感受 問清楚它可不可以這樣做 另外試駕駛這件事 我個人建議 如果你不是真的完全有心要買這部車的話 我個人都不建議你去試駕駛這部車 因為除了浪費了車主的時間之外 其實對你也不是這麼好處 因為你駕駛了一轉 你不會特別有什麼爽度 但是你最貼一個風險 那你去看車的時候 當然如果你說你是專業的 你有很多工具 那你就照大 不過我覺得最基本的一件事 你要準備這個乾濕紙巾一包 最最最最最基本的 那麼你會知道怎麼用的 那麼如果你有電筒 就帶上電筒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你的電話的電筒 還算是OK的 那你在出發看車之前 最好跟車主溝通一下 了解清楚車的狀況 例如它的公里數有多長 它有沒有什麼改裝 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發生意外等等 那當然它是有機會不告訴你 那這個時候呢 就看看我們的功力 能不能夠檢查到這輛車 是有其他問題的 車主 這個車試來 車主 這輛車有沒有什麼問題 十個九個想說的 對不對 那我們就 來到一個家庭的停車場 看車最好最好最好 就是選擇在日後 如果不是 不能夠時間 都起碼選一個 是光亮的停車場 那另外呢 就是最好 就是你去到它那裡去看車 因為呢 你就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車在動車的時候 的狀態是怎樣 那到看到車的時候 先不要開車 那我們就先做了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 看看公里數 究竟是不是跟車主 口中所說的一樣 這輛車的公里數 就172,900公里 那要留意的就是 留意清楚 是不是公里 還是英里 因為 有些車是可以改成英里的 那英里呢 就省了60% 那所以就變成了 你是要非常地小心 看看它有沒有擺造變造貓 因為我覺得呢 如果那個車主 連公里數都騙你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走得了 那很肯定的車 都一定有其他問題的 另外呢 就是公里數呢 其實應該要有少許buffer 可能那個車主 都還有駕駛的 我想大概 五千多兩千 都算是這樣的了 那然後呢 我們就先看看 車的外觀 那車的外觀呢 就真的 要看一下你的眼力 好不好 那我們呢 通常就一路走 一路看 一路用你的手去感受 究竟它有沒有什麼 凹凸的位置 之類的 那因為外面下雨 那車是濕的 那也沒辦法 然後繼續去看 看 看清楚所有的門板 是不是平整 然後呢 這些線 是不是對齊的 那當然 有些車 是會有些common issue 的 例如某電動車品牌呢 出廠的時候已經不齊了 那你就不要怪車主 那然後看清楚 究竟那些膠邊 是不是齊了 有沒有套出了 之類的 那這些 所有的東西 也是 維修的費用 那哦 就這樣看下去 這個車都 外觀也ok的 那 但可能有機會 是因為化妝出來的呢 那就不知道了 那這裡呢 有一條比較 少少少的痕 那其實呢 我們用移手來感受一下 它有沒有套進去先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這一條應該打個納也能打得到 當然了 你就把所有你看得到的花痕全部記下 因為這些都是你跟車主講價的根據 這裡有個凹位 這個一摸下去就已經感受到凹凸了 這個位置就沒有了 但還是那句 當你買一部二手車的時候 車有花是合理的 真是很合理的事 那就看看你給的錢和花的位置你能不能夠接受得到 但最基本我一看過就是車的外觀都還可以 我要看貓子了 之後下一句說什麼 另外我們也要看這條膠邊 這些膠邊有沒有補過 有沒有掉了一塊之類的 因為這些都是會令到漏水發生的事 然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打開一些車門 一個車的車身呢 很坦白的那句 不是最重點的位置來的 反而呢 是它的chassis 是它的車架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這些車架呢 我會把照片放在這裡的 車架就 香港人經常說的大陣 那 從哪裡開始算起呢 好像在這些門框位呢 其實就是屬於車陣一個車架的一部份 那你就一樣 我們去看看吧 那大概反起一點點 膠邊看看有沒有生鏽啊 那我們看看清楚 各樣東西有沒有生鏽啊 有沒有這些位置有沒有積水啊等等 那一部舊車呢 都很經常發生這些事的了 那我們就看兩隻吧 那另外呢 我們看門框呢 都要看清楚 它會不會有些很不尋常的凹凸位置 那用這一手去摸吧 破壞都OK哦 起碼這一邊是 很難看得到 它有這樣撞進去啊 那之後呢 我們看看尾箱 我們呢 先掀開這一塊東西 那通常呢 都會有一條士兵梯的 那你們看看士兵梯有沒有用過啦 即是代表著 車有沒有救過啦 這條士兵梯沒有用過的 看到一條線在那裡的 那之後呢 我們就看看下面這塊鐵啦 有些車呢 其實它有黏到那些隔音棉的 那這輛車呢 就沒有的 一用我們看看有沒有生鏽 所有地方是不是平整的 坐在那裡的 這輛車就代表有漏水的地方 這個時候我又覺得應該可以離開了 OK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一個輪胎 我們就看看這輪胎是不是平靜 有沒有凹凸的位置 大概可以了解到它的使用情況是怎樣的 另外就看看它有沒有一些不平衡 裡面特別是散得快一點的 例如這輪胎其實有一點點的 裡面開始的線是沒有那麼明顯的 但這邊是比較明顯的 即是說這輛車就有外camper的情況出現 那你就要考慮一下 究竟是不是因為完全是避震的問題 還是這輛車的車主刻意去做這個調教 除了看這輪胎有沒有什麼深淺紋 是不是要夠時夠期要換之外 我們都可以去找一個這樣的數字 通常是一個圈圈圈的一個這樣的數字 這裡寫著1321 代表著它是2021年 第13個星期出產的輪胎 來的 老實說一句 我覺得不需要太高要求 我真的覺得 你只要輪胎是在兩三年之內 其實我也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你發現後面的數字 是寫著17 那你就要計算你需要換輪胎的成本 那另外看看這個煞車款 這個brake disc 有沒有一些很明顯的化 車熱頁 都不是凍車的 這個brake disc是ok的 所以為什麼動車體是這麼重要的 那如果看起來有些花 你不肯定它是不是 一條凍掉它的痕跡呢 那你可以用你的手去感受一下 都可以的 那之後呢 還要看龍拱的位置 這個brake disc 看看有沒有什麼 很不尋常的凍掉 例如有些山獸之類 這些都是它收報的痕跡 在這個時候我們又帶一個法寶 濕紙巾腳出動了 那一出完四個輪胎之後 我們就要看看死氣喉 但是因為我不想再弄髒的手了 作為專業的試車員 除了駕駛有個床仔之外 都可以戴上手套 那我們先看看死氣喉 死氣喉有點生瘦的東西 小線材、算法 那我們用你的手指 在裡面掛一掛 感受一下 這些是污漬、碳漬、油漬 那如果是油漬的話 那真的有個車 很有機會是有燒雞油的情況 那你都可以 走得了 那我們弄了這麼久 終於可以彈簧地來看看 一件事 有的車在未穿車的情況 先看看 因為有時候太熱 你的手也不能探望 還有一個濫性 車有問題 當然會打在頭上看看 但究竟要看什麼呢 其實有好幾件事 我們可以留意 第一件事先看看 這東西夠不夠 撐著車子 這些都是消耗品 有機會有油壓 不可以 那你就可以 都是錢 另外我們第一件事先看 不要管那些油油 什麼水 我們先看看車身的狀況 那先看看頭蓋 有沒有一些位置明顯凹進去 或者膠邊會不見了 這個雖然噴了同色 但其實這個是膠邊 先看見 有抹的 對嗎 至少這個頭蓋 這個頭蓋 是沒有受過封撞的 因為頭蓋 是很難保的 如果是難了 壞了的話 很多時候都要用 頭蓋 車尾門 都是很難保的位置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究竟車子有沒有撞到入陣 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陣就在這個位置 還有這一條 這一條 這個位置 前面那個位置 在前面 通常會有多一件東西 叫做Crash 2 那件東西可以換得 但是這個位置 就不能換得 所以我們先看清楚 這些位置有沒有很明顯的 凹痕 花痕 山獸之類 現在這個位置 都是屬於非常平整的 另外呢 我們就看看 我們這個塔頂 那個塔頂 究竟有沒有什麼 被人撞過之類 那很多時候 這些塔頂本身 都生氣的 可能你不知道 什麼位置 是正常 什麼位置 不正常呢 你就先用你的手 但是它摸一下 好像這個凹位 拱起了這個位置 你不知道它是否正常的 你就摸摸這邊 我家是有局 那之後呢 就去看一個面 好像這個 這個也是有一個 拱起的位置 那就代表它正常 因為呢 你很難將兩件 是 維修到它一模一樣 那我們就透過左右的對比 去看清楚 它那個車架 有什麼問題 到現在 這一刻 看來都沒有的 那我們就可以看機件的 好了 之後呢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看車要看五油三水 但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過時的說法 來的了 因為其中的水 是在說電池水 哪有電池水 另外好像這一架車 它的波箱有 是看不到的 也都沒有辦法了 所以呢 我們就盡量去看一些 你看得到的東西 先看車之前呢 先Google一下 這一架車究竟是怎麼樣 有什麼看得到 什麼看不到 那我們最簡單 就先看解油先 上次就教了 那不可以不需要再說了 對了 那看 啊 純粹沒有說到 不是舔 是先聞一下 那所有東西呢 拿在手之後呢 我們就聞一聞它 聞一聞它有沒有燒焦的味道 最重要 因為呢 如果有的話呢 就代表著可能它有燒雞油 那另外呢 拿一隻手 感受一下 它的雞油是不是很黏性很重 這架這個OK的 還不是也挺新的 那這架車沒得出波箱油的 另外呢 我們就看看了 例如brake油 看這個brake油 是不是在minimum那裡 這個就剛剛好介乎在那個位置 還有brake油 brake油就是認這個圖案 這個附水箱 因為呢 尤其是這架車熱的時候 就千萬不要打開這個東西 所以冷的時候就可以打開來看一下 那現在剛好沒有這架車熱了 所以沒辦法了 那我們一樣 看看這裡 好難看喔 在這裡嗎 OK 那它是介乎在low和max中間 那就可以了 那當然啦 其實你也順手再看一下 水箱水呢 通常就不是藍色 就是綠色 就是粉紅色 或者橙色的 那有沒有一些非常之奇怪的顏色 或者會不會看得好像很軸的 那這樣呢 那這個也是值得留意一下的地方 那既然拿了一個電筒出來 就是呢 就順手再看清楚 看看它下面呢 有沒有一些油漬 那如果你有時分不出是游泳水呢 你就直接拿手去摸摸它 那再看一條bell 究竟 是不是 表面會不會有 呃 會不會有裂痕呢 又或者可能已經見得到 有些毛毛出來呢 即是代表那條bell 都差不多了 有些皮帶呢 是推冷氣的 有些皮帶可能只是推那個steering wheel 有些皮帶呢 就是timing bell 那這些呢 就比較貴一點 那你就看看 究竟維修費用是多少 去決定 究竟你應該不應該要買這輛車了 為什麼新加坡人很喜歡用這個牌子的電費 嗯 是 其實呢 我們驗車呢 就只能夠在一些 做一些盡量的行動 如果真的 發現你自己超出了自己的能力範圍 你看不到的話呢 那你就找你的車房幫你手吧 那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終於可以上一輛車了 好了 我們上了一輛車之後呢 第一件事就是 不要先開引擎 我們呢 先開電子 如果是扭時 就扭兩格 就不要扭到它盡量 那如果是 這些 按鍵的 有些 這個是什麼 Keyless 對 這些Keyless的話 就不要踩brake去按它 就關上所有門 不用了 我說了就可以了 那麼 嘗試去聽一下 那個冷氣有沒有閉聲 先 因為你穿了引擎 有時候會聽不到的 如果那個車主 就不斷跟你說話的時候呢 那你就跟他說 你弄一弄 我們就聽一下它有什麼 有什麼奇怪的聲音 因為始終冷氣 也有一件很貴的 部件來的 那如果那個冷氣 這一刻不冷呢 是正常的 因為引擎還沒動 所以它不冷也OK 那麼 確認清楚 它有風就OK了 那麼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再試它所有的燈 看看是不是整齊了 那麼這個就不用我多說了 那麼另外呢 窗也是一個需要試的環節來的 那儘管試了它 有時候呢 它會落後會上 OK 但是會不會上的時候 好像很吃力這樣 這樣才上得到呢 有機會就代表著 那個窗的摩打有問題 那麼這個呢 又要抹下 去計一計 究竟它維修費用 能夠遮蓋到你現在的車架了 那麼我們呢 終於可以開車了 當開車的時候呢 我們看看轉數錶 因為呢 其實通常呢 車冷的話呢 它的轉數是會高一些的 例如可能它會在 800或者1000轉 那樣的位置 但是當車暖了的時候呢 它就會跌回去的 留意一下它有沒有跌回去 還是它會保持著 在一個高的轉數位置 因為這些呢 輕質呢 就要洗一洗過 那重質的話呢 好 就要看看引擎發生什麼事了 那我們呢 上到來 一樣呢 輕輕的給少少油 上到2000多轉 這樣 以後就放油了 看看它回落來的速度呢 會不會跟之後那些呢 是一樣的 那麼 所以都OK 那這個就是 很合理的 油門反應來的 那麼我們開車之後呢 我們要下車看一看 先看後面 我們之後就再看前面 看看車 在冷車的情況下 它的死氣頭有沒有煙出 那麼如果你是天氣冷的地方 例如可能現在的香港 或者早兩個月的香港呢 有機會你看到有白煙出的 白煙是正常的 不要說車有問題 特別是舊車出白煙是很合理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發現煙是有藍色的話呢 那你也可以走的了 因為呢 不是燒解油呢 就是燃油 下去解油箱裡 那我們呢 在燃燃的情況下 看看引擎 留意清楚它有沒有一些很強烈的搖動 對了 例如前後 或者是左右的 所以現在這個引擎是很穩定的 很穩定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就是可能有其中一個氣缸 有MISWIRE 這個是一個In-Line 4的氣缸 1234這樣排的 那有機會呢 假設我是4號乾 它燒不了油 那它就會變成動 所以就 看到它OK 沒問題 之後下來呢 就是比較進階版的檢查了 做這一系列的測試之前 先問清楚那車主要不介意 先給一口油下去 看看引擎 究竟有沒有很明顯的煌動 這個呢 大概看看它有沒有MISWIRE的情況出現 所以現在都OK的 有一點點前後是OK的 我們就聽一下這些位置 Poolie的位置 有沒有一些雜聲 KIKI聲 那些奇怪的聲音 都是會導致你之後的維修費用 將單是水漲船高的 那暫時這一刻 這輛車看來都很安靜的 引擎我們就檢查到這裡了 因為呢 再深的我們都檢查不到了 那當你已經檢查過 這輛車的電器如何呢 其實你已經大概了解到 這輛車的狀態是怎樣的 不過呢 如果你得到了車主的同意的話 你可以再做多一些 戴不了 算了 戴不了 好 好啦 那當你得到了車主的同意之後 你可以做少許進階版本的測試 如果當然啦 這個位置呢 其實你去車房上架檢驗 其實已經檢驗了 那我們呢 可以用你的手 去上枝 去左右這樣去Shake它 上下這樣Shake它 看一下它有沒有一些虛位 因為如果很明顯呢 你這樣移動呢 都已經發現到 有一個虛位在這裡的話呢 就代表這輛車的 那個 Bearling呢 可能都需要 到期要換的了 那麼 四個輪子都這樣做啦 另外呢 我們呢 用你的身體呢 去看一下它的 Suspension 那為什麼我說 要問一問車主 可不可以做這件事呢 那麼看看 壓下去的時候 它的回彈情況是如何 那麼 這輛車子挺硬正 要用多一點點力 只要呢 它彈回來那一刻 不會彈多幾下 那代表著 其實它的Damper 它的狀態都OK 那麼後面呢 就一樣 我們 去看看究竟 它壓下去 上來呢 OK了 那就代表著 它都還很容易的 沒有了 捐車底 對 除了手套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捐車底 我不想拍了 你自己去找人看 捐車底呢 其實很簡單 只不過就是蹲下 盡量用你的手 去 去感受一下 腳底底有沒有什麼 很奇怪的油 我不想再摸下去了 那麼 四個角落 看過了 然後呢 就看了那個避震 這套呢 是沒有換過的 是一套原裝的避震 來的 那我看清楚了 有沒有生鏽啊 它有沒有什麼 很明顯的油 例如那個Damper 可能漏油啊之類 那 那 就一樣 就檢查一下所有就可以了 這樣檢查一下 就整個鐘了 整身汗啊 神經病 其實這段影片呢 主要是給你一個方向 那怎樣去檢查一部二手車 真的不是教你怎樣去做的 那 如果你發現你真的 欸我不明白 我不懂啊 又或者跟著我的方法 然後買了一部化妝車 最後被騙了的話呢 那 那 不關我的事啊 好 不關我的事啊 不關我的事啊 那我們呢 就起碼有個方向去檢查 如果之後 你發現這部車都OK啊 試駕完一輪呢 你發現 可以買得過的話呢 那 就找回你的雙屬車房 或者驗車公司去幫你啦 這段影片 就到這裡啦 希望這段影片 對你有奢侈幫助啦 那我們 下一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